这是公元前2022年仙夏时代 一个叫丁的农民普通的一天 丁生活的意义在阳城 大致就是4400年后登峰告城镇附近 丁像这片土地的大多数人一样 无姓无事 被贵族们称为前手 昨天晚上丁又做了噩梦 梦到大洪水之后 叫做贾的父亲得了一病死了 梦到洪水退去食物不足 李仔带人把义里的老弱妇孺捆去舍身洞里安了家 丁起床嚼了口烧卖人 就往地里赶 他今天上午的任务是挖田渠种高粱 洪水散去后 义里每人分了50亩地 大致相当于4000多年后的15亩地 因为丁是阳城人 等秋天有了收成 丁还需要连碎带杆的把五亩的小米交到义里 丁一边想剩下的45亩应该可以收五中小米 大概是4000多年后的800斤粮食 丁和义生的农民一块挖沟渠 被问到有没有吃过韭菜 开玩笑 大洪水前 他的母亲江里可是割野韭菜的一把好手 想到这里 他竟然已经三四年没吃过韭菜 叫头和萝卜了 心里有些难过 他又听人说 东北方向有意识 那里有一种叫做书的东西 种地里 来年土地肥力会好 收获的种子 烧着吃 肉香 只是 吃多了 屁也会多 但是遗憾的是丁没有吃过鲜食 也想象不出来那东西有多香 下午 丁正思考着现在800斤小米得换几盆呢 一盆还是不是十倍呢 要是有人非给他头背十倍呢 对 这个不能妥协 毕竟之前这些假背是陪葬用的 这时候有个女人的神情吸引了他 丁心里突然放弃了换书的想法 肉可以不吃 但屁 绝不能多放 尤其是在心里有了新目标的关键时刻 他可不希望被义里的其他年轻人传笑话 丁和这个叫做傅桑的女孩攀谈 得知他才只有三个男人 心里暗喜 并且邀请他晚上一起去自己的茅草屋里吃小米粥 陆桑问 丁 家里有没有肉吃小米粥的小米去不去壳呢 要是有个半把菜心就更好了 他可以在丁的小茅草屋里吃到太阳出来 丁愣住了 这不是有没有的问题 这些东西丁 完全没有见过 于是他硬着头皮喊道 等到八百斤小米打出来 我给你换最流行的书吃 傅桑抢着说 对 烧了笔肉香 气还足 并答应了等丁换了书 立马去小茅草屋里找他 丁高兴极了 晚上只吃了半把烧小米 就上了草溪 而傅桑还在思考着 今年秋天 该如何处理 这四五个人换的黄豆 暗松 做这个径 冬菇 日语 azt 诈 诈 感谢观看